在各型坦克的实弹射击画面中 我们经常能看到这样的画面 苏式坦克内部秀气斑斑 却配备了自动装弹机 西方坦克内部宽敞明亮 还需要人工智能装弹 再说正式之前 不知正在看视频的朋友们 有没有曾当过坦克兵的 尤其是倒霉的装填手 装填炮弹是要坐在那里 右手抓住弹底抽出炮弹 左手拖住弹井 小心的转身180度 转身一定要抓稳 千万当心别磕了碰了 小心的把弹头放到炮膛口 对准了然后右手用力推进去 千万别把手也伸进去 否则和你的手说拜拜吧 战车在高速运动时 装填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 因为炮弹一旦脱手 炸不一定会炸 但旁边的驾驶员估计会残废 臭小子 关于坦克自动装弹的那些事 自动装弹机顾名思义 就是为了取代人力搬运装填炮弹 而研发出来的 有了这个装置 就能减轻车组人员的体力负担 但在坦克诞生初期 最早的坦克其实可以理解为 一种的火炮 因此不存在装弹机这个概念 而后来的坦克火炮口径比较小 坦克的整体重量和尺寸很低 因此只要身体能满足参军条件 任何人都能胜任装填手的工作 到了二战末期 坦克已经开始使用长身管 以及大口径火炮 这也是最直接和简单有效的 提升威力方法 二战结束之后 坦克的火力进一步提升 中型坦克都开始使用 90甚至100毫米线塘炮 西方在后来直接用上了 精度高威力大的105毫米炮 苏联则在T-62上 使用115毫米花糖炮 这些坦克炮的炮弹重量 比如今的120和125炮小不少 因此人力装填还算是够用 然而快乐的四人车组 却面临一个新问题 新炮弹不太能扛得动了 第三代主战坦克问世之后 相继使用了120毫米 以及125毫米花糖炮 在冷战巅峰时期 甚至有国家考虑 使用140毫米以上的大口径火炮 这样一来 对于装填手的臂力就提出了更高要求 因此自动装弹机在第三代坦克研制阶段 就开始大量问世 而且结构形式多种多样 是的 西方坦克并没有尝试过自动装弹 只是现阶段普遍不采用而已 至于原因 狐狸军后面再讲 我们先来看看最普遍的自动装弹机结构 即苏系坦克的转盘式自动装弹机 这种结构主要应用在T64 T72和T80上 苏联坦克设计思路 从T34开始基本定型 那就是结构尽可能简单 缩小多余体积 以减少各方面的投影面积 从而减小被击中的概率 尽可能的缩小动力舱的体积 减少一名成员 并且使用自动装弹机 自然就作为减小体积的种中之重 苏联的自动装弹机 和很多机器一样都是不断完善的 以T62为例 先不说自动装弹的事情 开火后就像栓动步枪一样 方便抛壳 于是T62在脑袋后面 整了个抛壳窗 利用抛壳器扔出炮弹 这时苏联人做了两点大的改进 首先就是把越来越长的炮弹 一分为二 也就是如今在苏系坦克上 大规模应用的分装弹药 分装弹药使得炮弹和药桶 都变得更轻更小 如此一来就非常适合自动装弹机 于是革命性的T64问世 而自动装弹机便随着T64的 大规模量产闻名于世 该款弹药机结构底部 是圆盘型弹药架 各式炮弹和药桶 一次安装在弹药架上 装弹的时候 火炮以固定角度锁定 利用弹辖结构将炮弹和药桶 推入炮堂 这种装弹机充分利用了 炮塔吊篮下方的空间 尖型炮弹头对头 药桶竖直放置 选择弹药类型也很方便 到了T72时代 则更进一步采用电控结构 同样是圆盘型的弹药架 但炮弹和药桶都是水平放置 其中炮弹更长 位于下方 药桶短粗位于上方 装弹的时候 先将炮管锁定位置 提弹器同时抬起药桶和炮弹 先后将炮弹和药桶推进炮堂 火炮发射后 还有炮壳器 直接把弹壳扔出车外 苏联的坦克使用了装弹机之后 有效减轻了成员的工作强度 讲了这么多优点 如今西方坦克为啥不什么呢 其实西方对自动装弹机的研究 不比苏联少 早在二战期间 美国就把剑炮的装弹机思路 用在坦克上 这就是T20坦克的改进型号 TR2坦克 由于失称自舰炮 TR2安装的75毫米炮 拥有惊人的每分钟20发射速 但从舰炮这个名字就能看出 这个装置的复杂程度 是超乎想象的 因此可靠性很一般 最终没有投入量产 不过美国人也没有放弃 毕竟美国对自动机器的热爱 可是比苏联还深沉 一个以工业著称的科技强国 怎么可能落后于苏联 上世纪60年代 美德合作研发的 NBT麒麟坦克上 则安装有另一种类型的 尾舱式装弹机 尾舱装弹机结构也很精妙 弹药架上安装有链条机构 只需要驱动链条 将所需要的炮弹 移动到装弹口的位置 火炮位置固定 就可以将炮弹退入炮堂 尾舱式装弹机结构很简单 因此可靠警告 唯一的问题就是 会导致一个硕大的炮弹尾舱 而尾舱装弹机有个明显的问题 虽然不需要设计尺寸 较大的转盘式弹药架 但是尾舱体积有限 备弹量很低 美国人思考再三决定不用 谁爱用谁用 于是西方结构的坦克中 目前只有法国的勒克莱尔 日本的90式 10式和韩国的K2 采用了类似的设计 这种弹舱与火炮轴界 呈横向安装 坦克的弹药在弹舱中 呈代式排列 至于苏西的圆盘式自动装弹机 和西方的炮弹尾式自动装弹机相比 二者的优势也都是有所不同 其中苏式自动装弹机的好处 是由于其弹舱不止于车内 因此可以大幅度降低被命中的概率 同时可以有效减少 炮弹的体积和重量 但同时其劣势也很明显 一旦其弹舱内的弹药被引爆 由于无法开设爆炸7浪排放口的缘故 会给坦克自身造成严重的二次破坏 而炮塔尾舱式自动装弹机 在刚好相反 由于其将弹药舱设置在了炮塔后部 因此虽然增加了弹舱被命中的几率 但由于其可以很方便地进行弹药隔三化布置 并开设爆炸7浪排放口 因此弹舱被引爆后 对坦克的二次破坏影响较小 此外 炮塔尾舱式自动装弹机的送弹和推弹 动作比较简单 因此相比之下 其输弹时间比较少 这就赋予了坦克本身更高的射速 理论上可以达到每分钟10发左右 而苏式的自动装弹机 射速一般为每分钟8发左右 但西方坦克中的两大最强型号 M1系列和鲍尔系列坦克 为何都不装备自动装弹机呢 简单而言就是 一切的决定都离不开环境和使用方法 M1和鲍尔更需要人力填装的爆发射速 在M1坦克的时代 面对L7的105毫米炮弹 或者轻量化的北约120毫米坦克炮弹 自动装弹机的速度及可靠性 明显不如人力装填手 当然凡事都有例外 那就是瑞典的STRV-103 由于采用无炮塔设计 其主炮相对于车身完整固定 所以其配备的装弹机功能和结构非常简单 装填速度和可靠性都非常好 但M1和鲍尔在设计时 根本不可能采用这种方案 这两款坦克的研制背景是上世纪70年代 彼时正处于冷战巅峰 苏联号称拥有世界上有史以来 最强大的地面装甲部队 能够一星期横扫欧洲直到大西洋 这样的背景下 驻扎在欧洲的北约坦克部队 只能依赖地形防守 尽量拖延苏联进攻速度 等待空军和其他兵种的反击 欧洲的底情已硬制平原 缓坡和丘陵多 西方坦克常用的战术就是耗荡 其藏起车身发起伏击 鲍二就非常擅长这种战术 躲在一个小土坡后面开火 然后迅速打烟雾弹 等机秒烟雾形成后 迅速倒车撤退 所以M1和M2 以及英国的挑战者 他们最强的装甲 都是在炮塔正面 车身正面的防护设计目标 都是手下方向引弹 按照这种战术 坦克停在一个伏击点 快速打出几发炮弹 被发现就迅速撤退 到下一个预先选好的伏击点 再快打几发再撤 人力在一分钟内爆发力很好 装填6至7发炮弹不成问题 有些人能超过10发 而当时的自动装弹机 可达不到这种速度 并且反正射击时大致停止不动 也不存在颠簸吊弹的危险 坦克撤退到新伏击点的过程中 装填手还可以短暂的休息 多一个成员还能方便平时维护保养 而且西方坦克在动力设计上 同样有结合这种战术的特点 那就是导车速度快 业力变举器 让坦克在低速时加速很快 都是为了快速转移到下一个伏击点 因此即使同时期 欧洲也有几款坦克 使用自动装弹机 比如法国的AMX-13 和瑞典的STRV-103 但针对遏制速度链钢铁红灵的战术而言 自动装弹机的速度和可靠性 明显不如人工装填 并且自动装弹机还有个要了亲命的bug 那就是一旦受损坏了 那就彻底没法装弹了 人工装填都不行 而等到冷战结束 M1和M2不仅不需要再面对苏联的坦克机群 甚至连个能打的对手都没有 即使自动装弹机得到很大发展 可靠性和自动装弹速度都有很大的提升 美国也几乎没有了这方面的升级需求 西方推出的各种坦克升级套件 主要都是装甲动力火控 甚至是城市巷战套件 没有了前苏联这个大boss 美国也开始了打野怪的游行日子 四人车组毕竟多一装填手 在车组维护上会轻松一些 比如换履带 标准配置是一侧两人 四人车组一次就可以搞定 三人车组则要先搞定一边 再搞定另一边 坦克的维护保养是个麻烦事 很多都需要车组干 多一个人肯定要轻松很多 毕竟不管打仗还是演习 在车里颠一天后还是很累的 美国的中式小弟以色列 在战争中就体会过 四人车组成员的优势 以军坦克一旦遭遇意外情况 雨带被炸断 四人车组效率会更高 其中驾驶员留在车里激动 炮手警戒四周 车长和装填手就可以出去短接履带 而三人车组保持两人修履带的话 车内就成一人了 因此不论是平时还是战时 四人车组在维护战车方面 都具备一定优势 因此这就造成了苏西坦克 普遍采用自动装弹机 但西方坦克 尤其是ME和鲍2 依旧采用人力装填的状态 当然这种情况并非会一成不变 尤其是新一代的 蓝银金属KF-51 和法国的EMBT 都采用130到140毫米大口径主炮 随着未来坦克炮口径越来越大 沉重的弹药 必然会使自动装弹机 回归到主流西方坦克上 而在此之前 还要辛苦我们的装贴手兄弟 继续挥洒汗水吧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你们认为 在是否配备自动装弹机的问题上 东西方阵营属优俗俐 欢迎将看法发表在评论区 我是火力军 我们下期再见 我让你不要认可 我先不认可 我自己认可 你不能进行 我更多决定 你怎么办 我本款不得了